我们去参观国 这些都是我们最好的榜样 杨仁山巨师是念佛往生的 他要是不念佛不求往生 这一个功德 他也一定到天上去想天父去了 他的佛报不在人间 这些例子我们得多想想 多为病人开导 这个时候不能说啰嗦话 不能跟他讲经说法 那时候来不及了 时间来不及了 方向外面 特别是他要给你说出看到什么什么人在哪里 什么什么人在门口所说的都是他的亲朋好友已经故事了 我们在病重的时候常常看到这个情形 在第三经上说 是不是他的家亲眷属呢 不是 是冤情债主 变成他家亲眷属的模样 来诱惑他 来迎他去 迎他走了之后 那就跟他算账了 这是非常危险的关头 这叫魔镜献血 特别提醒他 不要理他 就是这一句话 他要是我看见这个人 看见那个人 大声提醒他 不要理他 不要管他 老是念佛 佛来了才可以跟他去 不是佛 谁都不要去理他 就这一句提醒他 就好 这比什么都重要